中国将购买苏武器战机 有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指出 卖苏武器给中国很愚蠢 若能换购歼20和歼31可行 为何俄罗斯会有如此想法 中国是否采购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武器 这个话题在中国军事观察人士中 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议 部分军事观察人士认为 中国用了全球最先进的战机之一 歼20 并且在研发FC31投放国际市场 很显然中国不需要苏武器 不同观点的认识认为 苏武器从设计 航电设备 飞控系统到发动机 都代表了俄罗斯目前航空工业最高水平 作为全球第二大战斗机制造国 俄罗斯的技术有其独到之处 如果能够小批量采购 将会受益肥浅 中国审飞的专业人士 曾对苏武器部分性能赞不绝口 引发了观察人士 对中国采购苏武器的可能性讨论 但是目前 俄罗斯空电军都没有正儿八经的装备苏武器 中国军事观察人士讨论是否采购 部分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 苏武器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战斗机 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出售 当然 这是部分分析人士一厢情愿的猜测 实际上 这款战机并非非卖品 大部分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 只要中国愿意采购苏武器 俄罗斯方面将会出售 虽然俄罗斯人担心出售苏武器 有技术外泄的风险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 整体技术并不落后于俄罗斯 只是部分技术可能会借鉴 对于其他国家 其实了解了一些技术 也没有这样制造五代战机的 航空工业能力 有意思的是 有部分俄罗斯人的想法特别有趣 他们认为 如果单纯出售苏武器给中国 是一个很愚蠢的决定 但是俄罗斯方面若能争取到 用苏武器换购中国的歼20和歼31 实际为FC31 这将是一个合理的交易 但是很明显 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的这种想法 很难得逞 他们其实也知道歼20是非卖品 一直以来 俄罗斯人在评价歼20的时候 都会指出该战机的 航空发动机上的不足 不太愿意承认 中国在五代机研发上后来居上 但这样想用苏武器换购歼20和歼31的想法 似乎无意中暴露出 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